酸酸啊 不叫一口包吗 算我怎么了 我可是你旧妈耶 可这是婆婆买给我的 那又怎么样 这个家又不是你算了算还没 林娅一大早大呼小叫的 阿媳妇 厨房灶台莫名好多水 你去看一下 好多婆婆 阿儿 阿媳妇跟你要不一样 不能太惯着她了 不然 她会蹬鼻子善脸的 你看叫她送个包给我都不肯 一个包而已 酸酸不是那种人 知能知名不知心 要我说呢 我不能对她摆一摆顺的 让她摆成自己的位置 我家呢 我现在被我这 呼呼贴贴的 我点怎么漏水了 你过来专门是有什么事情吗 你天里不是有西瓜吗 我女儿想吃 我想你加油 我就过来拿一些 这我可做不了主 阿媳妇 你出来一下 怎么了婆婆 你旧妈曾要西瓜 能不能拽给她呀 阿儿 你是不是不想给呀 这一点小事也我女儿媳妇 舅妈别生气 可以的 我现在就去给你摘 阿儿 你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什么样的瓜 还要经过她的同意呀 瓜是我跟我儿媳妇一起种的 我不能乱作主 我回来了 今年的瓜长得特别好 哇 啊 这么大一个 啊 多少钱我赚给你 阿媳妇 这钱要不要收 没事的 舅妈不用给 呃 那谢谢你们了 婆婆 这种事情自己做主就好了 为什么要问我 你懂什么 如果我在她面前不尊重你 她以后肯定会更加看不起你 那会不会太过分了 感觉让舅妈很难她 傻孩子 我故意这么做 就是想让她知道 你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以后啊 别人就不会对你指手画脚 要这要那了 婆婆 你对我真好 诶 对了 厨房是屋顶漏水 所以灶台下才有那么多水质 唉 这厨房饿了这么久 各种小毛病 我一直想改造一下 但又完全不懂装修 又不到怎么做 有了 婆婆 上次我哥专修房子 所有的房子 都是在这个柱小班上面看的 我也去看看 啥柱小班啊 就是这个柱小班 可以通过它这个干货百科 很快了解专修的知识 你看 我们点开这个厨房 里面有各种风格的设计要点 花多少钱 就算是新手都不用担心被坑了 那是挺方便的呀 里面还有很多好看又使用的按钮 我看好多人都在用这个设计 我加功能 选择小气和护心 就能免费三层皮肺 你加护心的设计按钮 还能七百二十度看实景效果 直接拿过来 让你钻 似公司照着钻就好了 不但省心 连设计会都省了 家里要专修的都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钻不错 既省心又方便 我现在就去下一个 上边帮你舅舅看下卧室设计 嗯 婆婆 那你再看看 我出去没点菜回来做饭 嗯 好 我希望这件衣服 都充好久了 拿饭给你 好 谢谢老爸 付过去了 尸首岁月时 初期风花雪月时 而你的每个秋日 都像春花为时 尸首尸首岁月时 叫你洗个碗的洗碗 你是不是故意的 什么事情都让我做 你就只会这样口骂的 我以前做到生事情 还得告诉你 太满意了 说了你年纪 还敢跟我顶嘴 我又不是故意 舅妈你别生气了 阿比他肯定也是不小心的 他哪里是不小心的 他都敢顶嘴了 阿美 大老远都听到你吵吵闹闹的 还不是他 做点小事都要保卫 好的婆媳关系 是相互牵浪出来的 你们要相互理解沟通 是啊 舅妈 婆媳之间要相互帮助 适当妥协 才会更加和谐幸福 好了好了 在外面吵 确实被人笑话 这就是了 妈 我们还得做饭 先回去了 对呀 阿媳妇 我们先回家吧 嗯好 我看你这件衣服都旧了 给你买了新的 回去试试 何不何事 谢谢婆婆 我也买了你最喜欢吃的太晚 然后回去做给你吃 好 这个阿媳也真是 对阿媳妇一点都不体贴 妈 你对我也不体贴啊 就知道给双双买衣服 也不给我买 你想的没 自己衣服那么多 还嫌不够 想要什么自己去买 小气就爽 还有你双双 我公司都交给你了 你也不想着 给我买点东西 吃还赌不上你的酒 阿媳妇 别管她 你吃 那你婆婆你也吃 嗯 好啊 你们俩 妈 娶了媳妇忘了啊 你真有一套 哈哈哈哈 我还有一招 还有两招 哈哈哈哈 走吧 我不认识你 我不跟你走 是你姑姑让我来接你的 她没空 我不去 人家孩子都不认识你 你还硬拿走人家走 就是啦 你该喂食人饭子吧 不是的是她家里能让我来接她的 你这样子的人我见多了 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 就是啦 我手机 算了回去再说 没说清楚 不许带孩子走 阿媳妇 你们这是怎么了 不不我刚才 你这人饭子还还我的呀 你们说什么呢 我和我阿媳妇 怎么会是男饭子呢 阿媳妇 手机拿去 给他妈妈打电话 来多多跟你姑姑打个电话 我跟阿姨一起来 好 你看他们家里人都说了 多多跟阿姨走吧 原来是误会啊 上了上了 走吧走吧 走吧 走 阿媳妇 你怎么会来学校接孩子啊 早上谈媒她啊 双双 你等一下帮我介绍 我侄子 我有急事 可是你侄子 我不认识啊 他叫多多 你问一下就知道了 哎表妹 就是这样子 小黄也太心急了 都不讲清楚一点 我们回家吧 嗯 来多多喝牛奶 谢谢啊 阿媳妇 你先在家看孩子 我去再尝 今天是情人节 我希望今天尝尝 做完这个味道 我需要一个文 青蛙跳到了岸上 一路蹦蹦 每天都像春花 哦 有啊 有 我想尝尝 走完几的味道 就请你可爱的嘴唇 给我一个吻吧 给谁一个吻 给你 你不给 双双 你以后不论一方骂就直手 答应了又做不到 搞得那么大 长命 孩子老是都打电话 就问我哥了 你恨得我被我哥骂惨了 长美可孩子都不认识我呀 我管你是因为什么 你还真是成事不足 败是有余 多多你跟我走 长美 我好心 把你怎么这么无理 这样会吓到孩子的 哼 我无理就你会帮大忙 哎小红啊 怎么不多玩一会儿 每次都欺负我 我找他说清楚 哎 二秀 你的气冲冲的要去哪里啊 婆婆想起来我就来去 刚刚她没来接孩子 不从清红到白就来嘛 我要去讨个说法 小红这也太过分了 你别着急 我去找他说清楚 不行婆婆 每次都是让你替我出头 都是我自己去 那好吧 你自己注意点 我先去做饭 嗯 小红我 双双 你还让我这样吗 今天的事情 是你自己没跟我讲清楚 你还来怪我 你自己事情没做 还让别人怪我 帮你是情分 不帮你也是本分 你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态度 还转过头埋怨我 小红是什么回事 好好说嘛 小红我看你四只家亲戚 才答应帮你的妈 你的字子对我不熟 本来就容易产生误会 帮你接孩子 你还责怪我 我以后再也不会帮你的妈了 你应该好好管管她了 好 哎 双双 好啊你 你根本就叫你去接孩子 人家要帮你又要被你骂 你一定是又跑去打麻将了 你给我说清楚 好了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还该有下次 不敢了不敢了 就这样许读着年华 没牵挂 只有晚风轻护着脸颊 这是最完美的一天啊 你也想要吗 生活可疑 婆婆我现在气消了 开心多了 你现在是存在了不少 不再累了欺负了 知道会不会去的 本来就是谈美的错 她还反过来骂我 当然不能管着她了 刚才她老公骂她可凶了 是啊 并不所有人都懂得感恩 这样的人可以离她远点 放心扶着 小黄夫带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 还有无端子遮别人 吃该让她老公 好好保护她了 嗯 婆婆你这种山药干真好看 看起来好有食欲啊 赶紧吃吧 嗯 婆婆那不是慧慧吗 怎么这么晚一个人在这里 还在试啊 慧慧 姑姑 你怎么了 怎么一个人大晚上的在这里哭啊 马上都要高考了 我学习压力很大 我妈还一直说我 我实在受不了了 可是你这样跑出来 你妈妈也会担心的呀 还是先回去跟她好好说 我不要回去 一回去她又要唠唠叨叨的 姑姑 我晚上想去你家住可以吗 好吧 马上就高考了 别影响你的状态 今晚就先回姑姑家吧 嗯 走吧我们先回去 嗯 二媳妇 你先去跟舅妈说一下 你先坐 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我丫头 阿妹 下这么大雨 你怎么跑过来了 臭丫头 不说一下就跑出来 还给我耍下信息 电话也不接 快点给我回去学习 妈 我好像还在这里住一晚 不行 我再次为你好 如果再次高考没有考考 你再每次就玩了 阿妹 你别生气了 孩子最近读书 压力本来就很大 她已经很辛苦了 应该让她适当的奋送一下 我来不生气吗 一切不开就跑出门了 外面雨下这么大 晚上就让她待在我这边 我来跟她说 卉卉 你觉得怎么样 嗯嗯 是啊 舅妈 就让表妹 就几天在我们家复习吧 我跟婆婆会好好照顾她的 你就放心吧 那贝贝这几天就麻烦你们了 请家贝贝家要听话 我差点睡觉 不行玩手机 我知道 我哪有天天玩手机 好了阿妹 你会不会也不是小儿子的 你也算太担心了 好吧 那我先回去了 舅妈 那你慢一点 婆婆 我去给贝贝准备吃的 嗯 婆婆 用这个蒸汽锅蒸出来的 它营养不油腻 是吗 那这个要怎么用 把水倒入玻璃锅 排骨 葱 姜 一米放进桃子汽锅 盖手锅盖 设置一下时间就好了 你这是不是错了呀 炖汤怎么都没放水 这是蒸汽锅 食材里面不用放水 底下的水沸腾之后 蒸汽就往上跑 许多就沿着这个锅 比凝结成汤了 这么好 那我明天也许试 卉卉来喝点汤 谢谢嫂子 你现在别想太多 喝完好好睡一觉 嗯 我明天还要上课呢 趁着地球的最转方向 由叶半球进入 由半球再为婚线 七侧为婚线 叶半球中侧为成线 卉卉出来吃早餐了 姑姑时间不早了 我要先去学校了 哎你也吃一点再去啊 姑姑 卉卉怎么这么早 现在才精灵 这孩子真的太勤奋了 一大早就在背书 都顾不上吃饭 充充满满 拿了个包子就去学校了 她就吃一个包子 拿了吃的饱啊 啊媳妇我先出去一下 你中午做点她爱吃的送过去 好的夫妇 嗯 阿美 哎你怎么来了 是不是会因为你没好好读书了 你想多了 孩子可用功了 早上骑得比我还早 饭都没好好吃就去学校了 饭少吃一多又不会怎么样 现在不母女 难道以后跟我一样 在家里种田 阿美呀 学业固然重要 难道孩子的身体就不重要了吗 卉卉在这里 嫂子 早上多那么几 早餐多没吃 肯定饿坏了吧 这个给你 谢谢嫂子 我还要出去复习呢 我就先走了 拜拜 拜拜 你呀 也不要逼这么紧 你越是对她施压 孩子的心理 越是不好受 我看到这孩子 一个人的时候 在偷偷流泪 卉卉也知道 你是为了她好 你越是对她施压 孩子的心理 越是不好受 哎呦 看来 是我一直以来 给孩子太多的压力 以后 我会好好找她过度的 晚上 我就过去接她回来 哇 好了 卉卉你先休息一下 做人最喜欢吃的虾 姑姑 嫂子 真的太好吃了 要是我妈也能这样 一个人变得欢 做饭就太好了 卉卉 你爸妈把你拉车带 也不容易 特别是你妈妈 她就是吃了没有话的亏 怕你顾她的后辰 你要理解她 姑姑 我也知道她们都不容易 我会好好学习的 不辜负她们对我的期望 二二三三 舅妈 你看卉卉这么总是 你也不用太担心了 我知道她平时很乖的 只是马上高考了 我能不急吗 我知道你性质疾 当教育孩子 要心平气和的交流 多给予鼓励 一味的指责她 往往会适得其反 啊 你说的是 可是我们能通过你 真不知道该怎样 教育好孩子 就妈 你已经把卉卉教育得很优秀 你就放宽心吧 妈 我以后不会老跟你顶嘴了 这次高考 我一定全力移赴 争取考到理想的大学 妈 考完试以后 你能不能带我出去玩啊 可以啊 带你去游乐场玩 妈 我才不去 我都落大了 我才去 给你大师 别怕